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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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長 我這篇文章是很好看的 雖然是很長的 由Science那邊的網頁那個期刊那裡 是一篇文章來的 他就介紹尋找血液代用品的一個歷史 當然也連結了現在最新的一個發展 大家可能會想 現在你的血很難有代用品的 如果有人要輸血 有人收血過多月輸血 你得one and only one的方法就是要有人捐血 而且血型是對的 所以全世界其中在醫療用途上 其中一個面對最大的血方 就正正出現了在肺炎疫情那幾年 因為大家就真的少了人出去捐血 就不夠血是很厲害的 到了軍事用途的時候 也就是了 如果你能夠有些止血的方法 甚至乎有些可以幫人回血補血的方法 甚至乎是不需要用到有人捐血的那些 可以是一些完全的血液代用品 挨罵那派只不過挨了一會兒 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所以原來在今時今日 美國是哪一個機構最銳意地去投資 去發明這個人造代用血液呢? 你知不知道是誰? 原來是DARPRA 在這邊問我也知道了 DARPRA還是? 一定是DARPRA 就是一定是軍方的東西 這個就是 好 那你剛才提到 那個血的歷史其實就很長的 最初就知道一流血就很嚴重了 因為佔不了血 但是流血可以輸回血的 輸什麼血呢? 我以前是不知道血型的 血型這個血概念是很遲才知道的 所以以前是死很多人的 就是去到應該是 實際數字我忘記了 我想都是去到二十世紀初 是不是? 十九世紀末 十九世紀末 因為這個文章有提到的 當初有人想嘗試去找血液代用品 去幫一些做完手術失血很多 或者受了傷失去很多的人去救他的時候 因為你以前沒得輸血 基本上你純粹是失血過多就死人了 是的 那他們當時呢 你知不知道呢 他們沒有輸血概念 他們想到用什麼去頂著 就是初代士的那些人 牛奶嘛 那些流石 一看多一隻 牛奶啊 他竟然試過真的 有個女人呢 有個不知是說 有個子宮手術做完之後 失了很多血呢 跟她打了一杯牛奶 175毫升的牛奶 等於今天大半杯 打牛奶下去 結果她真的 我不知道 究竟她是 她最後沒有死的 好回來 好回來 究竟是幸運好回來 還是她打牛奶下去 令她更加慘 還是沒有那麼慘 是不知道的 因為話說她接受完那次 輸奶之後 不是輸血了 輸奶之後 發高燒 和覺得身體好像在爆炸 其實整身有個發炎的反應在 其實身體把那些牛奶 當是外物義物去打 因為你知道 奶裡面很多雜不甘的蛋白質 那些蛋白質 不是預理直接打到血液裡的 你從腸進去 喝下去分解了 然後才進去血的 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血裡面的蛋白 supposed 就不是出現那種牛奶蛋白在那裡 所以打了牛奶下去 就是她多了一些液體 流來流去 但是究竟那些液體 是令到她 好了 救回她 還是令到她 其實無事再生病 多一些 現在就不得而知 但是你問我 多數都是壞了 因為現在你都不會有人 鼓勵你打牛奶下去 是呀 這個血的歷史還有其他很丟臉的東西 因為血型也不止這麼簡單 有一隻叫RH 是很少人有的 大概在巴斯克那裡 就是西班牙其中的地方 就是有些有什麼 熊貓血嘛 是不是 另外就是有時候還要是 你講的RH 又要出RH Plus RH Minus 就是很多那些血 就是O O型血都有分O減型的血 是不是 所以就是那種 叫做 那種血液上面 那些 血紅細胞上面那種抗原 抗原是我們分類 發覺是分得可以是很仔細的 OK 所以就是你 AB A 還是O 接著O又要分O減 還有那些RH 你要了解這些血型分類 我們才夠膽把這個 就是輸血這件事 就叫做普及了下來 成為現在醫療裡面其中一個 就是不可缺的一部分 那還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些 就是輸血這件事 那個血液是有保質期的 就是你不是說 將包血去急凍了 然後就拿個微波爐丁 就可以一定用得回 在血褲裡面的血液 如果你過了這個六個星期 就是42天 那基本上它就不新鮮了 那你就要 又不需要直接直接丟 你就可能要再把它 再拆開一些成份 來去練其他 有些就不能 有些還可以拿來去 擺耐一點點 那其實現在我也知道 就是你捐血呢 除了是圓包 整包血 拿來準備輸給別人的血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更加多的時候 是要將你的血液 拆散成份去用的 就是一些就是那個血漿 另外就是那些血小板 有一包 那些白血球 就是那裡有一包 這樣拆開來用的 就是這件事也是 你做多些步驟 就令到一包血可以拆開 救更加多的人 這樣的意思 那當然啦 這個用牛奶去輸給別人的 那個現象呢 就瘋狂的 其實由他的文章我講回 在這個試驗的大約三十幾年之後 就開始意識到有血型的概念了 所以計算一條數 他這個把牛奶打入人體這個這樣的試驗 是在1840年代左右 1830年代、40年代做的測試 過多三、四十年後 可能真的去到十九世紀末 大家對血型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那個人就懂得去分血型來做輸血 就是分血型做輸血這件事 真是一直去到 真是盲中中的試的 就是在此之前大家試輸血 你就會遇到很多的那些重大問題了 就是那些排斥 就是有時候純粹就好彩些 就發牆燒就算了 不好彩些就整個排斥反應 令到那些血禽了 就直接是會令到會死人 那所以一路去想一下 還有什麼方法就是 如果在沒有血情況之下 打著什麼的液體進去 就可以頂得住呢? 其實在很長的時間 去到二十世紀 就有試過一些 譬如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減無可減 等不到血 但是也都需要有些液體 對著下去的身體去頂住的時候 就有一個都很不… 就是迫不得已的辦法 就打著生理鹽水下去 那它就有提到 就是生理鹽水 就用生理鹽水頂住 其實那個生理鹽水的作用就是 純粹維持著你的身體上 有一些的液體在那裡留著而已 而且那個鹽度就和血是一樣的時候 就不高不低 於是就令到它叫做 維持著有些液體 但是它就沒有那個血液的免疫功能 沒有那個血液的帶氧功能在那裡 它純粹就是只有水在那裡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好的理想的代用品 所以這幾十年來 大家都在想著 除了血液之外 除了生理鹽水之外 又沒有一個更加好的 人工的代用品 它是可以放更加久的 還有就是可以更加適合人體 可以給多一點下去都可以的 那其實就是一路去研究開發種 但是那個血液本身 都可以拆開很多個 所謂的component 就是那個部分 那我們如果拆開之後 我們每一部分都用人做的東西 陷進去 是不是等於那個血呢? 嗯 理論上可以這麼說的 但是不是每個部分都這麼容易人工做到的 譬如最容易的部分 你問我呢 可能是血小板 是不是? 就是血小板本身不是那些 它是由那些有機物 那些紅血球本身的殘餘 那個廢物利用去流下來的東西 但是譬如你說 白血球是一些很有生命的東西來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 能夠主動追擊病原體的一堆東西來的 那你能不能夠人工地 你人工去培養它出來 你能夠培養到的 但是你說如果人工地去弄一種 硬物出來去能夠有這個免疫功能 那這樣就不可能的 那紅血球呢 就很有趣了 介乎兩者之間 那其實呢 原來紅血球元素的這個研究呢 在這個二十世紀中期那裡 已經有人是用一個很物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它 因為紅血球那個很奇妙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它呢 在特定的條件之下 它就懂得跟你抓住那個氧氣 然後去到一個特定的外在條件之下 它就懂得跟你放回那個氧氣出來 就是它是一個呢 但是血紅素這個東西 自己本身它不是一些 就是很有機的生命體 它是一個呢 完完全全的你用化學方法 去陷入出來的一個化學元素來的 但是這個化學元素 它奇妙在的地方就是呢 它會是在一個 這個隨著外在環境 獨特 就是改變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化學特性的改變 懂得去抓氧氣和放氧氣 這樣的樣子 那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是由什麼去負責去 去控制於這些血紅素 令到它懂得去抓放這些 這樣的氧氣呢 就完全是由它這個 很有生命的那套 就是那些紅血球細胞 紅血球很有趣的 它紅血球自己本身沒有細胞核的 但是它這個紅血球 自己本身就有一套的機制 來去控制著它自己的血紅蛋白 由那些蛋白質去控制著 那些血紅素究竟什麼時候放 什麼時候抓的 就是好像這堆這樣的蛋白質 這堆的生命細胞 它身上就裝備了很多這些 幫你抓氧氣的器具在這裡 來使整個東西 就有一個運送氧氣的功能 所以現在其中一個著手的點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人工地去做一些 幫你去觸放氧氣的 好像類似血紅素的東西 然後就將它加入去這些生理鹽水 令它溝出一些可以有部分 扮演到部分血液功能的東西 這樣說 你也知道 血小板就幫我們止血 現在我們不是在說製造血小板 所以我們這個代用血 如果你純粹就是說 是一堆生理鹽水加一些血紅素 就是滿足到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混氧 這個要求而已 就令到你這個人在大量失血的情況之下 沒有那麼容易缺氧 就條命掉久一點 就可以捱到它可以等到真的血來的時候 那同樣就是它沒有免疫系統在這裡的 它沒有白血球的東西在這裡的 所以這堆血純粹就是撐著的 你要多一些的免疫細胞 你就身體自己做的了 OK 所以現在我們盡量希望能夠 血液對於外國最重要 輸血的時候最需要的那堆就是 血紅素大量的功能的部分 看看我們能不能夠做出來 這樣就很有趣了 原來有公司就一直研究 就是由那個美國DARPA的機構 給出一個Funding 應該是以億計的錢來的了 那就去批准了一家公司 其中一個研究就是說 它能夠做到一堆血紅素的粉 將它好像沖水那樣 沖到生理鹽水裡開出來 以一定的特定的濃度開出來 就可以變成一個 扮演到血部分功能的代用品 來去暫時輸給人 如果在軍隊來說 這件事就很有用了 突然之間你中了一槍 有止血帶 但是止不完血 個人不夠血 那就可以暫時 開著那些假血出來 OK 給你頂多一會 它很有趣的 整出來的是一槍紅色的粉 它這個產品的名字是伊字頭的 在這個文章裡面有提到的 可能台長也有幫忙找找一下 那究竟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有些事情可以解一下 那個紅血球最重要的 那樣血紅素幫我們帶樣那樣東西 我們弄都弄出來 但是現在這個產品 它不是就這樣一堆血紅素來的 你是不可以就這樣將一堆血紅素 開水打進去人體那裡 之後就是幫你混血的 這個血紅素一定要結合一些有機的東西 使它才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血紅素本身是一個跟養很有反應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去養化一些東西和還原一些東西都很強的 如果用化學話來講 就是它可以在一些化學上很活躍 甚至乎有些腐蝕性很高的東西 如果你純粹只是將那些血紅素 鑑散地無端打進人的血那裡 是有一個最大的危險就是什麼呢? 就令到人家的血壓突然之間提高 和心跳突然之間加速 和最長遠的問題就是令到心臟碎竭 它會襲擊心臟的 所以你不可以就這樣將血紅素加水 跟著就輸血的 那些血紅素呢 它們就要研發 就是要將它用特定的蛋白質結構包裹著它 就令到它那個 更加接近我們人體的那個紅血球那種機制 就是透過一種的特定的蛋白質來控制著它的化學特性 於是他就去試 現在這件事成不成功呢? 沒有的 未有正式在人的臨床試 但是在動物那裡是正在試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既是由那個 古代失血輸血的故事講到科學新知了 就是你會發覺就是未來我們會不會很快就會看到 一種人造血的 那些比較有用的待用品呢? 那現在就好看 這些東西如果在臨床測試之後 真是過關了 接下來再可能找一些比較複雜的生命物種去試 然後再在人那裡試 那多數都是在軍隊那裡試的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會有第一個這樣的血液急救的人工產品 那就會很有用 就會救了很多人 就是到時可能就是普通一個私家的診所 那個私家醫生未有工 未有那個血液 他暫時去做急救 以他自己的醫學技能 根據他學的東西就訓練 趕快找一個這樣的產品 開一些人造血出來 立刻幫他打著 那就也可以使那個人可以更加容易 在有急症室 急症室未來之前就救回他的命 尤其是副產科都很大作用的 是啊 這裡可以補充一點的資料 就是他可以儲藏的日期很厲害 兩年了 兩年了 是 那個血型不要緊了 任何血型都適合了 Universal 是的 也就是因為他做出來的這個 用蛋白質包裹著這些血紅素的人工分子呢 他是不會有那些刺激到人體免疫力的那種 那種血紅的那種抗原 他不會有任何那些什麼O型抗原 那些A型 B型的那些東西 所以照計就是任何人都對的了 這樣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所有科學新知的環節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夜 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跟阿紀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跟阿紀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跟台長 不是 我跟台長 對不起 我跟阿紀圖